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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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妈 等一下 谢谢啊 谢谢小妈 对了回去跟你老老板讲啊 叫他少喝点 好 小妈 大饭后 小妈 好 我知道 辛苦你了 来 小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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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不是来帮你搬货 也不是来喝饮料的啊 小妈 小妈 我今天是来告诉你 我知道我的问题了 真的 我真的知道我的问题了 我不够积极对不对 我不够有企图心 我好胜心不够强 所以如果遇到实际相当的对手 获胜的机会就很低 不过这些我都知道了 所以神妈 请你知道我打球 你还是回去吧 什么 你还是不行 什么 过去我不喜欢主动攻击 是因为 我不喜欢看到人家因为我输球 很难过的样子 可是我现在知道了 我知道我的弱点了 我再也不会这样了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我打球 知道并不代表做得到 我彻底反省过了 我再也不会犹豫了 刚才你来的时候明明就是有话要跟我说 可是你还陪着我把货给搬完了 好了 现在我连饮料都快喝完了 你话还讲不清楚 你知不知道在比赛的时候只要你一犹豫就会失球 而且错失很多得分的机会 你这个样子跟我说你下定决心了 我才不相信呢 我 好了 你就是那么大老话说完对不对 既然有时间在这里跟我变 还不如回去花点时间 证明你是可以接受挑战的 不喝对不对 我们得继续慢 不喝对不对 不喝对不对 爸记得你从小就喜欢打球 宁愿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里面练习挥拍 也不愿意跟其他小朋友到外面去玩 还不就是因为哥 规定我每天都会拍一千下 你都记起来了 那为什么不说呢 因为我觉得其实您并不希望我想起来 爸不是不希望你想起来 我是怕你想起来心里面会有阴影 只不过是一件已经过去的事 为什么您这么担心啊 是因为妈的关系吗 爸你放心 虽然我想起来一些事 可是除了让我在打球上会复实力外 并没有任何不好的影响 你不要担心 车货整个过程你都记得吗 就这一段想不起来 我只记得那天啊 我刚好立成哥的绝招 打算在他比赛之后 表演给他看 可是我就一直想不起来 连带的绝招技巧一直记不起来 真是起 技巧再绝就会了嘛 可是 我有一种感觉 好像我是故意要把这部分的记忆忘掉 等一下啊 其实你只要努力练习 我相信沈妈会好好教导你的 至于你哥的绝技 并不一定适合你用啊 你只要用心经意去学 我相信啊 你一定会找到适合自己的球路的 可是 我还想起来会觉得知道 再倒转配时啊 替哥争一口气 你可别冲动啊 这可不是今天你可以进去的 为什么 最大店不是你最爱吃的吗 你怎么搞错啊 你明天就要参加model试镜了 你才有没有搞错了 人家我说我要走那种风鱼路线 当然要维持好我 这 出源浮润的身材 你真的是有没有搞错 现在不是唐朝了 杨贵芬的身材 一步流行了 你才真的是有没有搞错了 人家现在流行健康取向 我有预感 明天的试镜 我一定会上的 你说灵涵会被选上 我还相信 你 要上 先分裂成你两个灵涵再说吧 要不要来打赌 你不是要叫阿赌啊 不亏本的真意 我当然给你赌 好 一言为定 输了 我只在你处置 我还要去参加那什么真选会 而且还要穿的比基尼在台上走来走去给人家看 看完之后还要打分数 可是啊 他们叫你明天一定要到摄影棚去试镜的啊 老板啊 今天这件事要做什么 很简单 我们就在这里打球 陈列 有请希望 我喜欢你 而且陈列已经知道这件事了 因为新章的告白 我先去找他 我先去找他 我先去找他